今天这新闻要看的当然就是最近美国动作频频 要深化美国跟印太地区的合作 于是副总统贺锦丽前几天就访问南韩 这当然也让北韩非常不开心 于是在美国副总统访南韩的前后时间 他们就发射了飞弹来表示不满 你看五天三度试射飞弹 连同这几年在内今年以来 已经发射了19次的弹道飞弹 两次巡异飞弹 那南韩舆论就分析有可能是针对美国 还有南韩联合军演 所以北韩也要来展现自己的武力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针对贺锦丽参观了 那两韩的非军事区来表达抗议 那据了解北韩这次发射的弹道飞弹 是从移动式的弹道发射车上进行发射的 而这个弹道在飞行末端会激动的躲避出现 向架段上拉的变动轨道 而韩国军方研判很可能就是北韩版的 伊斯坎尔德导弹 被南韩的萨 比喻为南韩的萨德克星 那俄罗斯的军方号称这是没有拦截的方法 那么这个就让北韩非常生气的一个很大原因 其实也是因为贺锦丽他们一方面 他就造访了所谓的板门店 就是非军事地带 他也跟南韩总统以席越会面的时候 就也有提到说痛批北韩独裁的政权 不过其实他跟影席越谈的是双边的同盟合作 希望可以促进经济技术 贺锦丽其实也说 这个北韩发射飞弹真的是一个挑衅行为 当然他们两个人也谈论到中国跟台湾的问题 贺锦丽希望可以致力维护台海和平跟稳定 那于是南韩政府至今 他们原则上是同意维持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可是因为中国他们主张台海问题是属于内政 所以态度比较敏感一点 韩国可能因此没有主动公开跟美方讨论的一些相关事情 不过其实大家都希望可以和平以待 毕竟如果开战的话 其实对经济会是一大的伤害 尤其我们又是手握全世界的晶片大权 所以台湾 韩国 还有美国 还有日本 就组成了晶片四方联盟 他们第一次的会议预备会议是在28号的时候 透过视讯来进行的 南韩是由驻台代表来出席 那他们说只是初步的交换意见 那韩国现在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要参与正式的会议 那大家分析 其实他们也是不避免要跟中国当局杠上 希望可以避嫌 那南韩尽可能要中立 不过美方依旧是表明很明确的立场 警告中国说你不要破坏现状 并且承诺美军将会无所畏惧 持续在台湾海峡飞行跟航行